曾在北极海域震撼破冰 画面中这艘就是美军海狼及核动力潜舰康乃迪克号 只是同艘潜舰却罕见在南海发生意外 康乃迪克号是在2号行进南海时撞伤不明物体 造成舰艇上至少15名的官兵轻重伤 为了安全起舰 美军7号前都保密到家 最后潜舰紧急开往关岛的第7舰队港口停靠 这种海狼及核动力潜舰造价非常高 一艘要价台币840亿元 加上目前仅有的三艘全数服役中 因此缺乏多余的零组舰可临时调换 将来的维修费用将很可观 尽管潜舰出包 美国还是加码售出军事肌肉 派出四架B1B轰炸机到英国 准备展开联合军演 而日本新任首相安田文雄 也首次与普京热线 在国会演说上也提及中国 语气略带强硬 近期共激频频频绕台 拜登先前脱口说出的台湾协议 美国国务院为台湾协议这个词明确下了定义 证实拜登说的基本上就是台湾关系法 并不是私底下还有其他的秘密协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